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到他身边去 陈书记的这个举动让我受宠若惊 倘若这种亲近放在家里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当着几个头头的面不由人不联想 陈书记不谈调查组的事 反而大谈特谈我在省委党校培训的情况 说像我这样有知识 有学历 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 现在不是很多 我被陈书记的一顿谈话弄得六神无主 要知道我在调查组里仅仅是个副组长 而且我这个副组长是别人不要的 我深深地明白 如果这个副组长真是个肥差 信访局是轮不到我头上的 我上面的三个老头子副局长不打破脑袋 挤进来就是区区怪事了 果然 陈书记的举动让我被他们刮目相看 原本只用眼角的余光看我的纪委副书记 再看我的时候 眼角已经是堆满了笑 至于市委秘书长这个人 我们是第一次认识 在陈书记介绍完我之后 认真地评价我说 狱局长是我们横跃式干部队伍里的一道风景线啊 我被他们说得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能颠得轻的 在这帮人面前 我连根鸡毛都不是 但懂我背景的人都知道 我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的成龙快婿 得罪我 就是得罪组织部长 得罪组织部长 这辈子再想积极一些 几乎就是痴人说梦 我们的组长在陈书记和秘书长说完话后 首先表态 说一定坚持原则 秉公查案 其他几个副组长与我一样 在这样的会议上是没有表态权的 我们只能附和组长的意见 表示坚决按照组长的要求 把工作做得最好 陈书记最后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说 你们大胆工作 市委市政府就是你们的靠山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市委和政府都会给你们做主 陈书记的这番表态 在我看来就是授予了我们一柄上方宝剑 散会后 组长亲自走到我身边 朝我伸出手来介绍自己说 预局长 我是纪委的戴安 组长带头 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院长都过来与我握手 各自介绍着自己 他们的名字我早就在通知上看到了 今天算是对号入座 如此隆重的阵仗 我多少还是有点头重脚轻的 在我们这个小组里 我是资历最浅 级别最低 年龄最小的一个 因此他们与我握手的时候 我一律是双手握上去 并且满脸笑容 神态真诚恳切 市委书记都已经接见过了 再不开展工作是说不过去的了 戴安干脆说 调查小组现在一起回到信访局办公室去 开我们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刚从会议室里出来 迎面碰到黄山部长 我赶紧侧身站在一边 低声叫了一声 爸 黄山部长眉头跳了一下 陈生说 工作的时候没有亲属关系 我赶紧改口叫他一声黄部长 我与黄山部长的偶遇 如戏剧一般的发展 以至于戴安探到 原来小育局长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陈书记叫我与他做一起 黄山部长又是我的老丈人 我的地位刹那间高了许多 戴安甚至要走在我身后 不肯在前头领路 我是要低调的 我也必须低调 横跃是市委市政府上千干部 比我有料的大有人在 谁能知道下一个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真神 我客气地让戴安先行 毕竟他是我们的组长 又是纪委的副书记 纪委是所有干部谈之色变的部门 老子曾经与之交过手 这些人办案手段繁多 能把铁板融化 把钢牙撬开 调查组用纪委副书记来牵头 自然有他的深意 从市委大楼出来 我们步行去信访局 横跃市的党政机关 基本集中在一条大街上 最豪华的自然是市政府 高楼大厦 气宇宣昂 大门口武警站岗 院子里花团景足 与市政府隔壁的 就是我们刚出来的市委大楼 相比市政府 市委的大楼反而显得寒酸多了 首先是楼房没那么高 院子也没那么大 门口虽然也有武警站岗 但院子里却没有齐花异草 只是对着大门竖了一块石头 上面写着 为人民服务 我们信访局就在他们的对面 信访局本身在政府大楼里办公 但由于上访的人员复杂 情况多变 就将信访局签了出来 我们现在的办公地址 是原来开发区管委会的办公大楼 设计于里面的设施 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好的 历练副秘书长 将调查小组的办公室 放在四楼 四楼是空的 没有人办公 因为是联合调查小组 所以办公室也就一个 配一个专职办公室主任 另外配了一个会议室 方便我们调查组开会研究 突然成立的调查组 连工作方向都没有 我们坐在会议室里 一声不响地喝茶 许美丽是我们调查组 临时抽调过来的组员 我们这些领导开会研究室 他就得充当服务员 给我们端茶倒水 戴安在喝了一杯茶后 才开口说 各位 请大家畅所欲言吧 法院的副院长就笑 说 戴书记 怎么个畅所欲言法啊 这个调查组 主要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我实话实说还真不明白啊 戴安沉吟一下说 老米通知里说得很明白了 我们调查组的主要任务 就是查一查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 我心里一惊 想到通知里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联合调查组的通知里 明确是查明素雅上访的事 怎么扯到信访工作了呢 如果按戴安的说法 就是否定了历练副秘书长的工作成绩啊 历练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在送给市政府的报告里 说得很明白 市政府的通知里也说得很明白 但戴安为什么要这样说 是故意引导工作方向吗 我还没开口 检察院的副院长接过话说 戴书记啊 查信访工作落没落实 跟我们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和老米是司法系统的 政府的工作怎么也轮不到我们来查 戴安笑道 我听说 市长来信访局接访的时候 遇到了拦路喊冤的人 市长你们都清楚 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喊冤 而且还敢在他来接访的时候喊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工作 就是查明这些情况 我说得清楚了吧 戴安说完话 将眼光投向我 微笑着问 预局长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抬起头 看着戴安的眼睛说 我觉得戴书记理解的对 我们这个调查组 主要就是查清喊冤的老百姓 究竟是为什么是喊冤 如果是我们的工作出了披露 就应该改过来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戴书记 戴安轻轻敲着桌地说 预局长说得很对 我们就按这个思路走 检察院毕竟是专门办案的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我 预局长 喊冤的人呢 我摊开双手说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检察院副院长显然有点不高兴 将手里的茶杯 蹲在桌子上 骂了一句 乱弹琴 法院副院长老米给我解围说 老玉啊 人家预局长来信访局上班 还不到半个月 就遇到这档的事 出了什么问题 也是正常的嘛 老米是在为我开脱 老玉的话里是带着责备的意思的 谁都能听明白 先找到人再说 老玉站起身不满地说 这个找人的事 最麻烦 我觉得最好是动用公安的力量 他们人多 三流九教的人都认识 要找个人很容易 戴安迟疑地说 通知里没有公安局的人来参加 我们去动他的人 说不过去吧 没有他们就不能用了 老玉敲着桌地说 都是为革命工作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分什么你的我的 戴安似笑非笑地问 我如果没事去用你的人 给不给 这句话堵得老玉半天 没说出话来 像他们三家 都是办案单位 纪委负责党内干部 违纪违法问题查处 取得证据了 移交给他们检察院 检察院将证据审查落实了 叫来法院的人 对着法律文本 一锤敲下去 该几年几年 该杀杀 该关关 表面看 他们都在一条线上 一个在上游 一个在中游 一个在下游 实际上 他们三家 缺了任何一家 都会失去法律效力 办案单位的人 手里都有权 而且是实权 不像我们信访局 虽然明约办案 手里却是 一毛钱的权力也没有 讨论了一个小时左右 最终形成决议 首先找到当事人 对照喊冤人 递交的材料 将涉事人员 先控制起来再说 讨论到这里 问题又出来了 控制涉事人谁出面 纪委说 由检察院出面 检察院说 自己没这个权利 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达成统一意见 由调查小组出面协调 先以违反纪律的名义 由纪委出面 工作会议结束 锣鼓敲响了 接着就需要猴子跳了 联合调查组的 第一份公函 就直扑市公安局 要求将麒麟山庄的 所有案件 全部移交到调查组来 我拿着公函去找万小 万小盯着公函 看了半天 犹豫地问我 老弟 这样做合不合法 我笑道 调查组是 事理特别组成的 合不合法 我还真不清楚 要不 万局去找事理问问 再决定 万小探口机说 问个屁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谁拦得住 既然你们要案卷 我就派人 全部送给你们好了 我假笑着说 不如现在 就要我带回去 万小迟疑了一会 打电话叫进来 一个干警 吩咐他带我去取案卷 告辞万小出来 陪我去取案卷的干警 巧声问我 领导 怎么又来查这事了 不是已经定案了吗 我笑道 兄弟 工作需要啊 取了案卷 我直接开车回办公室 联合调查组 已经正式开工 相关单位都派了人来 信访局里 除了我负责具体事务 其他三个人都不来 戴安干脆直接说 玉局长 你年轻 这是你多费心 我知道他们是在 卸担子 推责任 事情出在信访局 自然要信访局拿出个结果 可是没有人想过 源头在公安局 公安局的态度 决定结果的性质 徐美丽带着调查组的几个人 帮我把案卷搬到办公室去 上次会议我们决定了 徐美丽就是我们联合调查组的办公室主任 案卷到了 要认真审核 检察院和法院的人都是专家 纪委的人也是老手 因此审案卷的任务就由他们负责了 我是领导 不需要亲自审案卷 只需听汇报 徐美丽不懂业务 就做后勤保障 我拍着案卷对他们说 各位 辛苦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静下心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必须在明天天明之前 给我拿出个结果出来 小组的人畅苦说 玉局长 晚上要加班吗 我笑道 加班是自然的 你们好好审 我请徐主任给大家做好后勤保障 等案子结束了 我一定给大家请公 我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们也不好反对 关键是他们不太熟悉我 怕万一惹出个什么事来不好交代 其实在官场走的人 每个人都如履薄冰一样 睡觉的时候都要睁开半只眼 防着背后有人捅刀子 我在官场混了十来年 知道这趟浑水不好趟 一步步稳 灭顶之灾 小组的人都各自分了案卷下去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 准备给历练副秘书长汇报 拿着准备好的材料正要出门 徐美丽却先挤了进来 一脸忧喜地问我 你说 这是不是针对老万来的 我无言以对 徐美丽跟万小离了婚 但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现在跟着徐美丽生活 听说今年要送到美国去留学 手续都办好了 就等着时间一到就飞 徐美丽与万小离婚 其实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 按徐美丽自己的说法就是 结婚十几年 万小在家的日子 加起来不到一年 她嫁给万小 等于是守了火寡 徐美丽提出离婚 万小先是挽留 到后来看她去意已决 答应她试着一段时间 如果觉得不好 两个人再复婚 徐美丽本来是想下下万小 让她多点时间回家 没料到万小最后 还是答应自己的要求 因此骑虎难下 两个人就去民政局签了字 徐美丽从来没把两个人的离婚 当作一件严肃的事 毕竟两个人有孩子 就算夫妻没感情了 孩子的纽带还在 这种亲情是谁也无法割舍的 问题是万小离了婚后 与徐美丽连面也不见了 等到徐美丽想挽回婚姻的时候 发现万小身边已经有了女人 万小有女人不奇怪 她堂堂一个横跃市公安局局长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投怀送抱 万小在离婚一年后 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徐美丽不服 找到万小吵了一架 可惜已经无力回天 但万小承诺过她 孩子出国的事都包在她身上 现在查麒麟山庄的案子 等于就是在查万小 当初麒麟山庄案发时 她正是横跃市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徐美丽的问题 让我一时无法回答 我突然后悔起来 怎么就把徐美丽弄到调查组了呢 徐美丽与万小有关系 应该属于回避制度里的人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 他们已经离了婚 什么调查组啊 我看就是专案组 而且就是针对老万来的 徐美丽忧心忡忡地发着牢骚 我能理解她 倘若万小出世 她儿子出国留学的事 就会成为泡影 女人前半辈子的希望 都在丈夫身上 后半辈子的希望 全部在儿女身上 如果希望破灭 活着就没太多意思了 我安慰她说 万局没事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我相信市局的办案能力和水平 徐美丽忧伤的微笑 仿佛像一只忧伤的蝴蝶一般 在残求的阳光里 扑闪着翅膀 徐主任 你去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吧 他们看案卷 很辛苦的 我说 拿着笔记本 要去给历练副秘书 汇报工作进程 刚出门 与一个人 撞了个满怀 我恼怒地抬起头 一看就乐了 与我撞在一起的是钱有鱼 这家伙满面红光 笑眯眯地盯着我笑 我雷了他一拳骂道 老东西 怎么死这里来了 钱有鱼裂开嘴笑 神秘地说 老弟 你就是飞上天 藏到地 兄弟我也能找到你 我笑骂道 老钱 你就是一臭虫 哪里有穴位 你就在哪里出现 钱有鱼黑黑地笑 探头往我办公室里看了看 低声说 屋里藏个美女 不方便请我进去 坐坐喝杯茶 我在他屁股上 轻轻踢了一脚说 老东西 一辈子改不了吃食 看到美女眼睛就直了 钱有鱼摇头晃脑地说 孔夫子说了 食色 性也 我哭笑不得 钱有鱼读书不多 古书更是一窍不通 但他喜欢斑典故 用成语 却往往词不达意 弄出个许多笑话 徐美丽看到我来客了 低着头告辞出去 钱有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斜笑着问 你的兵 我点点头说 你准备放什么屁了 他摇了摇头说 老弟 我现在是正经生意人 世人代表 可不是流氓地痞 我笑道 什么时候混进的 今年选的 我可是苏西镇人民 选出来的代表 春山县的人代表 老弟啊 我这是积极向组织靠拢啊 我竖起大拇指说 不错 老钱 有进步 钱有鱼看看屋里没人 低声问我道 老弟 你现在是市里的干部了 知不知道市里有大动作 什么大动作 市里要搞工业园 据说占地有几千亩地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 因为我想发财嘛 钱有鱼毫不客气地说 这钱别人赚也是赚 我赚也是赚 与其让别人赚 不如让我赚 我被他绕得脑子一团糊涂 直愣愣地问他 为什么要给你赚 因为我是人代表啊 我再次哭笑不得 这个死钱有鱼 难道他竟就是想着多赚几个钱 钱有鱼赚钱不反感 反而还希望他多赚钱 这家伙不是个守财奴 有大局观 你赚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一出口 我有点后悔 钱有鱼这几年送给我的钱 也不是小数了 但我们从来就没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每次他给我送钱 都是用一个纸包包住 而且不会告诉我里面是钱 关系大着呢 钱有鱼嘻嘻地笑 摸了一把快要秃顶的头 说老弟你不晓得 我来市里快半个月了 到处乱拱 找不到门啊 找什么门 没门路 哪里能拿到工程 我要找门路啊 你找到我这里批用也没有 因为我不管这摊的事 我无奈地说 老钱 我真帮不了你 能帮 能帮 钱有鱼盲不迭地说 除了你 没人能帮我了 怎么帮 帮我介绍人就行了 介绍谁 工业员管委会主任 我不认识 认识 而且你们熟 我一下糊涂起来了 心里使劲想了一遍 确实找不出 我在市里会认识哪位高级干部 谁 我犹豫地问 郭伟 郭伟 我差点跳起来 很久没听到他的消息 他什么时候成了工业员管委会主任了 我说你认识吧 钱有鱼自负的笑 摸出烟来递给我说 好烟 抽抽试试 我接过烟来 没顾的上点 开始沉思起来 郭伟与薛冰分手后就一直没音信 什么时候成了工业员管委会主任 我确实不知道 但我知道 工业员管委会主任的地位比我高很多 我一下失落起来 郭伟你不也认识吗 还用得着找我 我疑惑不解地问 人家现在当大干部了 不认识我了 我在他办公楼下等了整整两天 没发现他出来 后来得知他从后门跑了 狗日的知道我来 闭着不见我 钱有鱼有些气愤地说 当年他在苏西的时候 我老钱可没亏过他 我心里明白钱有鱼这句话的含义 这老东西可以在我面前说郭伟 难保他不在别人面前说我 因此我装作生气的样子骂道 老钱 你一大把年纪了 嘴上就没个把门的吗 你胡说八道 谁敢跟你做事 钱有鱼吓了一跳 陪着笑脸说 老弟 你是我兄弟 所以我说话就没把门的 在别人面前 我可是模子也压不出一个屁来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我不答应他 他是不会离开我的办公室的 于是我敷衍他说 老钱 我现在在上班 有点忙 要不 等我下班了 我们一起去吃饭 再聊 钱有鱼连身 说好 不等我催他 自己提起屁股走人 我站在办公室里 长长地探出一口气 我在郭伟面前的突然出现 让他大感意外 他足足愣了十几秒钟 才热情地伸出双手来拥抱我 我们是一对老战友 从苏西镇起步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期间无数的交集 猜忌 以及各自站队的心照步宣 在突然相逢里 一切兵事浅显 正如钱有鱼所言 郭伟现在确实是 是工业园区的管委会老大 不过他不是主任 是副主任 主任一直没派人来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争议太大 在没有主任的管委会里 副主任郭伟就暂待了主任的职责 换言之 工业园区里权力熏天的非他莫属 我没让钱有余 跟着我一起来 我得先搞清楚状况 郭伟对我的来意 一点也不知情 甚至对我供职在信访局的事 也知之甚少 我去省委党校培训的时候 他还跟着关培山 在市政府经济发展领导小组里 担任驻春山县的副组长 一年时间不见 他鸟枪换炮 而我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我的到来 让他多少有点惊喜和意外 不仅仅过去我们是一个战壕的人 主要在于我当初给他介绍薛冰的时候 他在我面前是历过重事的 一阵寒暄过后 郭伟首先表示自己对不起我 说在我结婚的时候 他因为一些脱不开身的缘故而没能参加 至今想起来还后悔不已 我对他的道歉抱以微笑 我知道郭伟是心口不一的在说话 我与黄薇薇结婚 郭伟心里一定是难受的 当年他为了黄薇薇而放弃相恋五年的女友 没想到黄薇薇并不接受他 让他丢了芝麻 还丢了西瓜 我属于后来居上的人 黄薇薇爱上我让我一度徘徊 我舍不得与我在山村爱恋的薛冰 却顶不住黄薇薇的温柔和善解人意 特别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大度 让我终于下了决心 放弃了薛冰的爱 转而去拥抱他 其实藏在我心底的思想 一直不敢袒露在世人面前 黄薇薇与薛冰 我根本没办法分出谁更可爱 只是因为黄薇薇背后站着的黄山部长 欲望的天平才沉向他这一边 因此说 我不是个高尚的人 我不但不高尚 而且还是个非常可耻的人 我为了前途 放弃爱情 这是我永久的痛 而这种痛 我只能自己承受 丝毫不敢表露半分 黄薇薇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 几乎接受了郭伟 因为我的出现 郭伟才败走卖城 如此说来 我几乎是横刀夺了他的爱 是工业园区 占地也没钱有余数的那么夸张 但确实规划了五平方公里的面积 工业园区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蓝图 并没有企业进驻 我看在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的规划图 嘖嘖赞道 郭主任 油啊 郭伟意气风发 拿起桌子上的一根电视机天线一样的铁棍 在规划图上指指点点给我介绍 我按照他设想的蓝图想了一下 如果一切如他所言 横跃式的经济将要上三个台阶 郭伟在你介绍完后叹口气说 这些都是规划 要将规划变成现实 还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 我试探着问他 具体准备怎么实现 郭伟直接了当地说 简单 卖地 卖地 我重复着他的话 心里腾起苏西镇的故事 当初老子以老鹰嘴的一片荒地 一分钱不花换了钱有余的投资 现在这一招还能玩得下去 郭伟笑笑说 其实你比我更明白 我们横跃式没有太多的优势 虽然交通发达 却没有像样的港口码头 尽管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产品最终还得到港口交货 这样一来 物流成本要比沿海城市高 一辈不止 要想引来凤凰 我们得先有梧桐树 我们的梧桐树就是土地 横跃式几乎什么都缺 唯独不缺的就是土地 你说是不 我点点头说 郭主任高瞻原主啊 郭伟回到沙发前坐下 摸出烟来点上 我惊异地问 什么时候抽上了 郭伟也不避讳我 直言道 自从与薛冰分手后 我就学会了 我现在才感觉到抽烟真好 这东西不但能提神 还有助于人思考 我是老烟民 郭伟这种半路出家的人 在我面前基本就是小儿客 屋里两个人同时抽烟 烟雾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们身处期间感觉不出 外人一进门 就会被这股浓浓的烟味熏出去 既然他主动谈到了薛冰 我正好找个机会来解释心里的谜团 郭伟似乎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在我几次谈到薛冰的时候 都被他顾左右而言他的引开去 我知道再问下去也没太多意义 郭伟不会告诉我实情 聊了一阵后 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一样问我 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淡淡一笑说 郭主任啊 我们现在又是同僚了啊 郭伟不解的看着我 于是我将自己安排在市政府信访局的事告诉他 说偶然听到说管委会主任是他 既然我们是故人 不来拜访就太不够意思了 郭伟沉吟半想后说 你是参加了省委党校学习的干部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到信访局去 肯定这里没有问题 我摇头说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什么岗位都需要人 何况现在正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也许领导觉得我在信访的岗位上更合适 郭伟跟着摇头说 你莫哄我 你御丰是什么样的人 别人不知道 我还能不清楚 假如你现在还是苏西的镇长 可能你会没有想法 问题是 你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待过了 再要你无欲无求 鬼也不信 我笑道 信不信有你 郭伟叹口气说 玉丰 你肯定又在耍什么花招了 我叫屈道 郭主任 你把我想得有点复杂了 其实我这个人 随遇而安管了 放在哪从草里都无所谓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摇头说 你今天来 怕不是来与故人聚首 什么事 你说 我吐出一口烟 我吐出一口烟说 真没什么事 就是来看看你 郭伟就熬了一声 打电话叫人进来 要安排我们中午一起吃顿饭 我想拒绝 郭伟却在我还没开口之前 先说话了 中午就不喝酒了 晚上我们继续 心里饮喝一顿 我迟疑地说 晚上就不要了 中午我们一起吃个工作餐 最好 郭伟看了我一眼 哈哈大笑说 郁峰 你是担心我没钱是不 我告诉你 虽然我管委会 现在还是一片摔草连天 但我手里的钱 说出来怕你眼红 公家的钱 我说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在我手里 就是我的 我不花 别人一样的花 钱这东西 花出去了才会回来 放在手里生不了宅 话说到这里地步 我不禁哀叹自己的处境 我在信访局上班的第一天 请了大家吃饭喝酒 办公室的周云好心好意 说局里买单 结果把发票拿到历练局长去签字 不但没签 还挨了一顿骂 我们信访局的经费非常有限 又没个来源 除了财政拨款 根本找不到生财之道 平常局里花钱是一分掰成两分花 想换个灯泡 都得历练千字同意 要是遇到穷困潦倒的上访人 不但要请人吃饭 有时候还得掏腰包 买票送人走 上次吃饭最终是我自己掏的腰包 事后历练还隐隐约约地告诫我 不要把大吃大喝的歪风邪气 带到信访局来 人比人 气死人 郭伟大包大懒地说话 是因为口袋里钱多 钱多 胆子就大 气量就足 能邪逆天下 舍我其谁 我再推辞 就显得自己小家子气 于是我说 郭主任 中午你请 晚上我请 郭伟笑道 你们信访局有几个钱啊 算了吧 晚上还是我 我干笑着说 我自己掏腰包 请你不行 郭伟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说 自己掏腰包 不去 好 我爽快地说 我自己一定不掏钱 但晚上的课一定是我请 说好了 晚上就你请 郭伟满意地笑 拍着我的肩膀说 郁峰啊 我们不愧是老搭档 人生就是一个圈子 绕了一圈 我们又回来了 我感叹道 郭主任 确实如此 我话这样说 心里却很不满 郭伟的口吻和动作 他口口声声 直呼我的名字 而我却是一口一个 郭主任 他拍我的肩膀说话 这是上级领导 表示对下属的亲戚 老子信访局的副局长 虽然级别不高 但你郭伟也是个副主任 我们是同级的同志 你凭什么拍我的肩膀说话 郭伟的所言所为 是刻意的 我在他放开拍我肩膀手的时候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丝 莫名其妙的微笑 他这是鲜声夺人 想给老子下马胃 我郁峰也不是吃醋的 但小不忍 则乱大谋 郭伟目前所处的地位和环境 我还没必要得罪他 何况他刻意做的这些小动作 无非是满足心里的一个平衡 郭伟在为下乡搞社交之前 就是市委办公厅的干部 他的起点比我高 在市里的人脉资源比我丰富 简单点说 他在市里认识的鬼 都比我认识的领导多 不过 他是如何摆脱了官培山 又如何成了管委会 炙手可热的副主任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故事 却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谁都知道 横跃市工业园区的资金 是横跃市最雄厚的单位之一 郭伟手里握着五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是守着五座金山 我借口上厕所 抽空给钱有余打了个电话 让他在心灵引找个最豪华的包厢 今晚我们要宴请郭大主任 钱有余兴高采烈的答应 拍着马屁说只要我出马 没有搞不定的事 我骂了一句说 老钱 屁话真多 晚上就看你的了 钱有余兴领神会的说 我懂 正要挂了电话 钱有余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老弟 问你件事 刚才我听小雪说 苏西派出所的好所长被纪委带走了 是不是真的 我心里一沉 对着电话慢条思理地说 我不知道 我不是纪委的 上午与郭伟随便吃了一顿饭 饭后他用酒店给我拿来几条好烟 说我是个烟鬼 抽烟要抽好点的 免得坏了身体 我也不推辞就接了 反正不是他郭伟掏腰包出钱 回到信访局 我就来徐美丽 问他春山县苏西镇派出所所长 是不是被我们调查组带来了 徐美丽惊讶地问我说 玉局 这是你不知道 我一脸凝重 心里有想骂娘的冲动 老子虽然是个副组长 要办这么大的事 总得指挥我一生吧 我口气冷峻地问 谁的命令 代书记下的命令 人也是纪委派人带来的 不关调查组的事 就是调查组的意见 因为他们在查案卷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与苏西镇派出所的所长 有直接关系 他是当事人 而且是主要当事人 我心里暗暗地将前有余 祖宗十八代骂了一个遍 要不是这个老东西 我就不会离开办公室 不离开办公室 调查组第一个要汇报的人 就是我 人呢 我问 显得漫不经心 在横宴宾馆 谁在 我们调查组的人 我嗷了一声 挥手让他出去 徐美丽走了一圈后 又转回来了 解释说 本来要先给你汇报的 可是你不在办公室 打你电话也不通 只好给代书记汇报了 我摆摆手说 没事 你处理得很好 徐美丽本来紧张的面容 就放松了许多 她给我倒来一杯茶 轻声问我 玉局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没 我沉引一下说 下午你和我一起去横宴宾馆看看 徐美丽高兴地答应 说她在办公室等我 随时可以跟我走 本来想午睡一下的心情 现在完全没有了 不但睡意消灭了 而且还多少有些担心 我总感觉到有一张网 在向我召来 麒麟山庄的案子 首先是我提出来办的 而且我在办这件案子的时候 并没有通知公安局 我只是找了好强和老莫 让他们去侦查 现在好强被纪委带来了 接着牵出来 不会是我吗 虽然我与麒麟山庄 没一毛钱关系 但是麒麟山庄的主人老残 却是在侦破案件后 莫名其妙地死亡了 中午的休息时间 被胶着与担忧 全面覆盖 我看看表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 于是推开门 叫了许美丽 驱车前往恒彦宾馆 守着好强的是我们调查组的人 检察院和法院各一个 我挥挥手 让他们先出去 他们迟疑了一会 最终还是出了门 守在门边 不动一步 门没关 门口的两个人看着我们 许美丽看我半天没说话 顿时明白了过来 嚷着口渴 要守门的两个人 陪他一起下去找点喝的 两个人经不住他磨 只好对我说 玉局 你看住了啊 我摆摆手说 放心 他们人一走 好强的一张脸就红了 眼圈跟着红了起来 问我道 玉县长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证他说 我现在不是县长 而是是信访局的副局长 信访局 好强迟疑地问 信访局来这里干嘛 我笑笑说 来看看你 好强大声嚷道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不会是来看我笑话吧 我是纪委带来的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 就算我有事 也是春山县纪委找我 横跃市纪委找我干嘛 因为这件事与你有关系 我说 看到他们还没上来 问道 你还记得老残的老婆素雅吧 好强点了点头说 记得 不是安排在度假山庄吗 谁安排的 能在度假山庄安排人 春山县除了刘书记 谁也办不到 老残的老婆突然出现罕冤 你不觉得奇怪 不奇怪 老残之死 本身就不明不白 因为他的死 老莫还被调离了 请你来 就是这事 上访的事 对 我听到一阵脚步声过来 于是故意大声说 你必须好好想清楚 把问题谈清楚了 才能洗清自己 我们的这段对话 只有我们自己才明白 我实际在告诉好强 素雅上访的事 已经不再单纯是 普通的上访案件了 如果一切顺利 真的揭开了盖子 蒙在他身上的嫌疑 以及老莫的冤屈 都能得到一个结果 我当着看守好强的人 交代他们 一定要好好照顾当事人 不许出半点意外 从横宴宾馆出来 坐在车里 我给戴安副书记 打电话汇报 说我已经见过了 当事人好强 请示他下一步 我要做什么 戴安在电话里 对我一通表扬 说我工作认真负责 能及时了解情况 是一个负责人的好同志 并且鼓励我 继续追查下去 一定要查出来 一个明白 我心里一块石头 落了地 戴安这番话 就是在告诉我 我能接触任何人 而且能临时做决定 只要是有利于 案情调查的 他会尽全力支持我 刚将车开出 横宴宾馆大门 钱有余的电话就来了 说已经在心灵 引定好了包厢 问我什么时候过去 我看一眼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 徐美丽 迟疑地说 等等 徐美丽显然听到了我的电话内容 满脸堆笑地说 玉局 有饭局 不叫我呀 我尴尬地笑 说 一个老朋友请吃饭 徐美丽嗷了一声说 那你让我就在这里下车吧 放下徐美丽 我看着她扭着屁股 风情万种地走远了 才对着话筒说 老钱 酒杯好了 钱有余大笑道 放心 坐在心灵引包厢里 我给郭伟打电话 告诉他 我恭候在此 郭伟半个小时后就到了 一进屋 就看到了钱有余 惊讶地说 这不是钱有余吗 你怎么在这里 钱有余黑黑地笑 满怀感激地说 郭主任还记得我啊 谢谢 谢谢啊 郭伟脸上的笑就展不开去了 本来说好 是我跟他的约会 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钱有余 让郭伟心里多少有点不高兴 郭伟是个讲究排场的人 钱有余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农民 虽然他有很多钱 而且现在也是城镇户口 但郭伟始终认为 钱有余这样的有城里户口的人 到底还是个城市农民 要说我们的交情 当初在苏西乡的时候就有过交集 钱有余定的是 心灵引最大最豪华的包厢 足足可以坐三十几个人 而现在包厢里只有我们三个 因此显得无比的空荡与空旷 心灵引的包厢有唱卡拉OK的功能 钱有余就叫了服务员进来 说正式开席前 不如先请郭主任高歌一曲 郭伟听到要他唱歌 顿时兴致勃勃起来 郭伟唱歌的历史 要追溯到他与薛冰谈恋爱时期 他原本不唱歌 特别不在人前唱 他知道自己五音不全 嗓子也不好 唱出来的歌比鬼哭还难听 但自从认识了薛冰后 他唱歌的记忆突飞猛进 有几次居然还获得别人的交口称赞 说他唱的歌与原音重放几乎没有区别 钱有余什么时候摸准了 他的心理我不清楚 但我安安佩服钱有余的用心 三个人喝酒吃饭气氛不会太好 何况一桌子没个女人助兴 更让人觉得胃同嚼辣 郭伟在高歌一曲后 握着话筒问钱有余 就我们三个 钱有余陪着笑脸说 郭主任您在 其他人不敢来 郭伟似笑非笑地问 男的女的 钱有余试探着问 郭主任是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郭伟哈哈大笑道 我一个男人 怎么会去喜欢男人 钱有余心领神会地说 我明白了 您稍等 他出了包厢门 拿着电话打了一通 过一会进来说 郭主任 等一下他们都要听您高歌啊 郭伟严肃地说 艺术就是给人欣赏的 钱有余的电话叫来了六个女人 各个都是妖娆无比的样子 但眉宇间却是透露一股羞涩 让人顿生 我见游怜的豪迈情怀